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用茄子做好吃的 先将茄子去皮 再将去皮的茄子切去根部 然后再切成小段 最后再切成小条 装入盘中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先切成小块 再做成肉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瓣大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小米椒切成小圈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小葱 先将葱排切成末 装入碗中 再把葱叶切成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调入两勺生抽 二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一勺陈醋 一勺淡粉 适量的清水 充分搅拌均匀 备用 再把茄子 再把茄子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十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 取出茄子 锅中倒油 加入蒜末 葱末 葱末 肉末 用筷子迅速滑开 炒至肉末变白 再加入一勺料酒 继续翻炒均匀 再加入小米椒圈 然后倒入茄子 再倒入料汁 翻炒均匀 再加入一小勺盐提味儿 最后把葱味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盛在盘中 这样的茄子没有经过油炸 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茄子的口感也是软嫩爽滑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多放些小米椒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我是小美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订阅 点击小铃铛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